台中女中最近公告校园行为规范 其中包括了走廊不得随意坐卧 走路不能并排走 而且在校区里面还贴上胶带来分区 其中蓝区是可以放东西的 但是红区禁止学生逗留 也不能摆放物品 甚至教室里头连挂书包的方式都要管 这引发了学生强烈反弹 认为好像在搞戒严 用蓝色胶带贴出L型的区域 格子内才能放东西 这些学校的新规定 因为学生在上体育课 把花花绿绿的水壶摆上了升旗台当制物架 学校认为实在不好看 原本打算用红色胶带 把升旗台贴成红色禁区引发反弹 我觉得这是女中应该是讲的会听的学校 就是没有必要说那么强制的规定 然后还说要记起领告之类的 我觉得学校好像没有把我们当做高中生在看 就是没有给我们一点比较自由的空间 升旗台不准学生放置物品 也不能逗留 这份校园行为规范实在有够多 洋洋洒洒十五项 说在走廊不能并排走路 还要将校区贴上交代区分 超出蓝区范围就视为违规物 学生的行为已经让很多老师受不了 会心里不舒服 而他的反应管道一定是学务处 学校解释多数条款只是劝导没有罚则 但导致学生吃力不讨好 如何达成共识还得再好好研究